醫院本身的醫療資源不足之外 如果你到各鄉鎮去看 各鄉鎮其實除了苗栗跟頭份之外 只剩下一些小型的地方醫院 你要看稍微大一點的病 大家如果在苗栗就知道 這個很分割的地區 如果你今天要從南莊去看病 南莊搭車搭到頭份去看病 你可能要花半小時 開遠的車 老人家又沒有人載他 那你怎麼去就診 所以這裡面要處理這個問題 有兩個東西 當然就是 我們要處理的東西 包括說我們要想辦法去讓 地方的醫療資源能夠成長 那我們其實在四年前 再提出來的一個方案就是說 有沒有辦法讓地方上面有一個 醫療中心 醫學中心 因為苗栗有鼠立苗栗醫院 讓醫學中心可以進駐 它變成有研究團隊在現場 然後你可以有這些醫療設備 去處理這些問題 它不用去吃到其他醫院的生意 可是當你有重症的時候 你在那邊檢驗的出來 知道如何去做後續的轉診 所以我們現在